你好… 小朋友,我想問問你們 平時你們買東西 會否自備購物袋 自己帶個袋子去買東西 會… 我記得明天準備了很多不同的容器 連環保袋也有,我們今天學習甚麼 我們學習這些容器之前 不如我們想玩一些東西 萬有問問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幾種店 有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有… 這個地方賣甚麼 是買調味料 非常好 賣調味料,豉油、醬油 這是一個涼油雜貨店 然後這種店有沒有去過 買… 士多 士多 餅乾 有飲品,是嗎 有餅乾食,有食物 還有食物 士多或辦館,只要叫辦館 我再看看這種 這個比較特別 比較好 這裡買糖的米 平時用的醬油 有醬油 有甚麼特別有米 你有這樣買過米嗎 是嗎 我超市買的 但你也知道 有見過吧 好,我想問這幾種店 最初買完的東西 其實我們怎麼知道買多少 他會磅 就會磅 然後那個磅 你告訴他要多少公斤 然後他會放在磅上 對 然後磅給別人 如果太重 這樣就拿點酒 10萬年 如果太少 10萬年 他要知道你要多少 我們要告訴他 你告訴他 對 我告訴他多少 他買了多少 我剛才說得很好 他用到公斤 這是單位的 厲害 我就是買很多公斤的米 對 我告訴他你想要多少 或者多少人吃 有時候就用過磅可以磅 這個磅你們也可能見過 對 這個磅你見過了嗎 這個磅你見過了嗎 這個磅管有 磅管有 對 磅管會有 這個叫做甚麼 這個叫做一個磅 它的原理就是天平 把你的食物包起來 剛才那裡掛在這裡 然後拉這個重 這個叫八馬 它在這裡就會用到 其實有多重 有時候去那些海邊 有些移民 他們都會用這個磅去薄一下海鮮 因為他們當日抓到一些很新鮮的海鮮 他們就會用這個來磅給客人 多少斤的魚 好了 但是他們怎樣拿走 膠袋 這些貨物用膠袋拿走 就是這種是吧 是 好了 有可能用膠袋會裝走 這是一個例子 其實膠袋的出現 已經是後期一點 剛才辦館的可能在 六七十年前 他們最盛額 但是那時候沒有這個塑膠膠袋 他們是否用紙包著 我們來看看他們用甚麼方法包著 好了 這是甚麼 用一個 一個飯壺 對 有一個女生做的飯壺 人家叫梯壺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可以去裝你想要的食物 不要說一定要用膠袋 還有這個壺是自己帶去的 是 即是自己這樣撐住 是的 撐住這個壺 其實就不需要拿其他 他由商店提供的包裝 其實也很環保 是 自己去負責 有很多種不同的 有些其實可以特別保暖的飯壺 以前爸爸媽媽 可能他們以前上班 真的會用這種飯壺 拿著自己的午餐 帶飯 對 帶飯 帶一種類 會有這種類型的 這種是甚麼 可能這種有機會都會看到 一種現代化的保溫瓶 但裡面都是金屬的 是 但也可以重用 可以重用 也是自己去攜帶 我剛才有人用這款飯 是否有私派飯的衣 一桶飯 自己帶 很大的 是 有些很大的 可以裝很多飯 或者這款 整個派對 這款有少許不同 就是會是甚麼 一格格 一格格 分一層 如果你想有幾道菜 和一個飯 你就可以分成四格去攜帶 是 全部都有手柄 方便去拿 是 沒錯 其實裝熱東西 手柄會安全一點 其實不像 現代如果用這些盒 大家會看到這些膠盒 或者這些飲品杯 或者這些 植物多奴盒 其實有個問題 有甚麼問題 知道嗎 就是太多塑膠 太多塑膠 會浪費 會浪費了 製造了很多炒 以前的方法會比較好 而去買菜 有些時候有些街市 用這個方法拿走食物 有沒有見過 我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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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過有些人 要出街市 一定住一些東西 其實膠袋未出現之前 主要留學這個方法 真的用這些鹹水槽 是很韌的植物 用來紮住豬肉 拿著魚 或者帶著菜花 是否可以很實正 因為歐平姐姐一拿東西 忍不住不斷擋 會否擋得它掉了 其實可以打得很實 要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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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其實都不會掉 不過你小心撞到別人 過豬肉 這個在膠袋未出現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流行的方法 其實鹹水槽本身是這樣 也真的有商店提供 這一種賣給街市的檔 裡面的檔主 有他們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報告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然後如果你說我買的東西在液體 例如剛才的醬油 那怎麼辦呢 可以自己帶醬 自己平時儲買這些玻璃瓶 以前都會有人這樣做 就去剛才的糧油店 就用這個來煮 但一定要有蓋 沒錯 你說得很好 不然會怎樣 其實會倒捨 幾易倒捨 是 用玻璃的器皿 其實都比用膠的器皿好 以前的人就用這些方法 現在用這些方法 大家知道你們去超級市場 就會整袋米賣 很多時候會產生了一些 不是說可以再呈現的包裝紙 例如這些袋子 就是這樣 盤好 我們就一包包賣 我看過有人拿一些玻璃瓶 去給阿姨去入 去再裝 非常之好 所以其實現代 現在近年多了一個概念 我們叫做裸買的概念 即是不用它的包裝 那個好處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包裝方面可以折散 我們有錢 買東西需要用錢 可以折散到包裝 也是因為拿賣的關係 其實平時我們的錢 除了花在包裝紙上 也可能有些去了廣告 但如果拿賣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兩樣東西相對 花費會少一些 在商戶方面 嗯 變成大部分的錢 就是去到產品 你就比較容易買到質素好一點 對於產品 例如這樣 是嗎 例如現在拿賣的箱子 就去裝 去買 然後磅重 這裡有些是通粉 不同類型的意大利粉 也都可以 現在還有的 有的 現在是新出的 跟剛才兩舊一樣 因為你要吃多少就可以買多少 不用囤積住 又或者是你可以再去吃不同的款式 不補充 還有可以乾淨一點 不用斷掉 只是它的手套 可能污脆 就可能污脆洗完 你說得很好 其實它都可以維持到一定程度的衛生情況 甚至乎你買清潔劑 你看到有清潔劑 有些是洗手液 洗衣液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概念去消袖 就由消費者帶的器皿去裝 其實是一個好好的辦法 就好像眼前所見到的 我們看到這些去買食物 其實你平時可以 無論是買食物 可以用紮紙 如果是一些辣椅 平時可以在袋子截上 打開就可以裝 是 又或者有一些這種袋 環保袋 這個是環保袋 但這是很特別的環保袋 我打開給你看 因為它的內層其實就是防水的 這個其實你真的去買碗粥 或者甚至不買碗麵 可以直接裝上去 不過當然你一定要包好它 紮好它 而且小心因為它有熱度 這些可以重複使用 也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配合到做裸賣的產品 其實值得多些用 裝熱東西用這個袋 其實買米 例如你喜歡吃糙米 健康一點 都可以用一些小的米袋 其實都可以自攜購物袋 一個好的方法 沒錯 今天Terence 我介紹了這麼多一些環保的 不論是一些盒、容器 就算是一些連袋 循環作用的袋 都可以用到 所以小朋友可以試一下 每天都大起來 當你吃東西 或者去不同的店舖時 都可以跟他們說 我不用要這個包裝了 這樣就會更加環保 所以我們是 小朋友可以試一下 環保知識畫更容易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準時見 拜拜 好朋友 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